看维尔斯家庭的五个小孩在后院快乐玩耍充满活力 不过在欢乐的背后却隐藏着淡淡的忧伤 那就是即将加入他们的七岁妹妹Panolope不在他们身边 Panolope是维尔斯夫妇透过国际收养计划领养的中国女童 不仅如此,他们也曾经在四年前收养过中国女童Grace 原本预计2020年春季维尔斯夫妇会到中国接Panolope回家 甚至连在美国的房间都准备了她最喜欢的粉红色主题 不过由于碰上新冠病毒疫情让一家人的团圆变得遥遥无奇 每次我去她的房间看到她的红楼在那里 没有人睡在那里,这就是一个心震撼的现实 她知道我们来到,她写了我们的家里,和妈妈和爸爸写在那里 不过即便家人分隔两地也都各自努力着 Panolope在中国努力学习英文 而维尔斯家庭的所有成员也都在认真学习中文 怀抱着正面乐观的态度迎接团聚的那天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